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瀑布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59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呢 做DS 翡红之翼的另外两个配色的版本 蓝色的致敬金天雷的配色 还有黑色致敬到Skywarp的一个配色 当然的话呢我的节目的后面呢 我也会给大家分享它的一个配件包 那它这个配件包的话呢是只能够 我拿给各位看一下了 它的这个配件包啊 它是只能够在机器人的状态下呢 对人物的背部呢做一个修饰 所以的话呢我会在后半部呢 把玩具变成机器人之后 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这一款跟MP的一个Star Screen呢 几乎同时间撞齐的这个翡红之翼的话呢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民友对它评价是不错的 主要它的对比于官方的这个MP的话呢 的优势低 它唯一打开是没有裂开的 我这一款是开盒就中奖啊 到现在我依然耿耿于怀啊 再来呢主要还是在飞机形态下 那么Haspo的这个官方的版本的话呢 背上的裂痕分割线明显比较多啊 然后飞机的这个底盘的部分 它也是比较厚一点点 相比较之下呢 DS的翡红之翼 第一体型比较大 第二上面的分割线也比较小 底盘也比较这个 修饰的也比较OK一点点 那上面这个的话呢 是另外贴上去的 这个玩具本身是没有附这个标志的 我记得是没有吧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重点的话呢 会给大家放在这个最近 推出的这两个 这个 首先是这个蓝色的这个 今天类的这个配色 以这两个玩具相比较的话 蓝色的这个版本的话呢 它的一个各个关节的紧实度啊 什么的话会比黑色的版本呢 要紧实的多 这一款的紧实度比较恰达好处啊 各个关节的推移啊 什么把玩起来 这款比较舒服一点点 但是如果想像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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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头架 这个盖子 它是比较偏松 以及通病的话呢 这两款有一个共通的通病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一侧吧 好像这一侧 这里不是有个板子 要往上翻的这个板子啊 就是 我给各位打开看 就这一块板子 这里我把它 这里 是要翻上了这个板子 它会翻不动 然后 必须要用小刀呢 再翻折 摩擦力最大的那个面呢 稍微刮掉一层漆就可以了 轻轻刮个两下就OK了 就能够翻过去了 那因为我当时在把玩的时候呢 是先变蓝色的版本 我发现翻不动啊 然后用小刀处理一下 之后呢 变黑色那一款的时候呢 居然也是完全一样的状态 所以就两者是有完全一样的同病的 那么 我手上的蓝色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 鸡仓盖 它就比较紧实 整个 玩具的话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 这个塑胶色啊 它并不像黑色这一款 它是直接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塑胶的成型色 或怎么样 所以呢 蓝色这款它可能有 多一层的漆啊 它有它摸起来的感觉 比较有一点这个 柔软的一个感觉 然后 关节各方面的话呢 就是如同我 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 是比较偏紧的一个状态 但整体来说的话 把玩起来都没有问题 变形的话呢 两个变形当然是没有什么改模 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随着 这个玩具的话呢 原色版本的普及之后啊 有越来越多的网友们呢 去发现到说一些部件的翻折 比方说这个 手臂这个部分的翻折 那都有一些更高效的 翻转的方法呢 网友们都已经在网上 有很多的分享 所以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 就不再那么样的令人恐惧了 那么呢 包括呢 它自己的话呢 在飞机的头这个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 你再回头去翻我先前做的吧 那它就是一个 有一个往下斜压的这个 飞机头的这个部件 往下斜压的那个动作啊 这两款的话都可以强行硬压 都可以硬压下去 就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一个乔劲 我觉得都不需要 那以配色来说 黑色这一款由于是颜色的关系 所以你几乎上方的分割线啊什么 就已经可以说是忽略掉了啊 那这两条白的啊 我不知道原本的动画里头 它是不是就就就就就 就这两个白色的部分 那以这个背上的话 这个的话就干净的多啊 整个都一体都是蓝色的 看到它们的人形状态啊 两个的身形啊 当然是完全同模 而它们的话呢 也都是还有附带替换脸 但是今天就不给各位做这个展示了 然后在整个变形当中啊 如果说会有一个刮漆的情况的话呢 可能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吧 比方说这个手臂啊 收到小腿内侧的时候呢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发生的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给各位特别啊 分享一款啊 就是它们这一个背后 这些空洞部分的话呢 目前的话呢 有一款的这个配件包 而且三个配色的话呢 通通都有给它们制作啊 那我就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 它们这个配件包啊 这是一个背包 然后这是装在屁股的 以及两个把这个翅膀补充起来的部件 那么呢 都只有在人形状态呢 才能够做一个使用 安装的过程呢 我们就拿这一款今天的配色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好了啊 首先的话呢 你这个滑槽的部分是要把它往后面推 然后呢 往前面啊 推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 那后方的话呢 这里都有相对应的卡扣 比方说这里有个两个凸啊 两个凹啊什么的 就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把它往前面压一下 尽可能的呢 把它弄的密合度高一点点 把它给推进去 然后呢 记得啊 这两个翅膀的话呢 是要往旁边拉一点点 让它能够形成一个组合的一个态势啊 这样子就OK了 整个补得很漂亮了啊 然后有一个臀部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这样子 这里是大力出其机啊 用力一压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这个翅膀的部分 就这样相对应的这个形状 把它给摁下去就可以了 那摁的时候呢 是从上面这里合下来之后啊 然后下方这个这样子 大力出其机往下一捏啊 就能够扣上去啊 我的建议是从上往下 这样子操作啊 相信很多人都习惯从上往下了啊 这个地方由上往下啊 然后这样子把它给扣下去 我还是不要乱扯好了 你看一乱扯就就就就去 delay到这个进度了啊 这样一下 好可以扣上去了啊 然后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它背后的一个展示 那整个翅膀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结合的一个造型 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啊 那最主要修饰的话呢 应该还是肩膀吧 肩膀这一代 这个弧形做出来之后啊 整个气势呢 就不一样了 那另外两位成员的话呢 当然也是顺便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 这个没有压得很好啊 这样子卡的一声 嗯这样 整个背包的话呢 就形成的更加完美 那它也只有人形状态下能够搭载啊 这个要再次强调啊 如果你喜欢呢 这个DS的这个人形的话呢 想要给它做一个人形摆放的话 这个配件帽你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这一期的话呢 就顺便的呢 然后把这个今天的配色跟这个天欧配色 一起给做一个分享 然后也把配件包给大家做一个展示了 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